一秒裂开月两公里长裂垢 滚烫岩浆不断流出 就像是地狱开门 冰岛雷克亚内斯半岛的火山 三个月内第四度喷发 临近的格林达维克小镇居民 才刚返家不久又要疏散 游客在岩浆餐厅吃饭 结果岩浆真的要来了 只好紧急撤离 但也直说正是难忘回忆 同样紧急关闭的 还有冰岛温泉景点蓝湖 听到警报声大作 游客或许是因为新奇 冰岸时还笑得超开心 Currently the lavas that are coming out from about two kilometer long fissure are moving towards south so in the direction of Grindavik and to the east 这次喷发区域和上次二月 喷发地点几乎一模一样 首都雷克雅维克的机场 没有受到威胁 因此维持正常起降 其实当局一直预期火山 即将再爆发 只是不知道确切时间 尤其这次爆发直到15分钟前 才侦测到岩浆潮地表涌动 显见预测困难 民事新闻林浩博 综合报道